木阀城的254天 昨天我们终于抵达了 富裕兄弟所说的沉船宝藏地点 而且在下潜海底5000米后 我们发现了不止一艘沉船 今天我俩决定就要将宝藏收囊中了 而我们却不知道的是 沉船里还有位置的深海 怪兽在等待着我们 亲兄弟 明算账 嘿 我说富裕兄弟 昨天下海 你一看到宝藏沉船就两眼放光 还提出要跟我二八分账 这算亲兄弟吗 你昨天不也是说了吗 是塑料兄弟呀 肯定不是亲兄弟 那好呀 塑料兄弟那更要说清了 二八分 我不干 行行行行 看在你潜水一套的份上 四六分 你四 我六 不能再多了啊 一 不干不干 就不干 那这么着 六四分 不行不行 就不行 得得得 三七分总成了吧 好 好 成交兄弟 走 我看中的是宝藏吗 那是兄弟情 我去 小浪兄弟这脑子进水了 四六分不干 非要三七 说来说去 还是我赚了呀 小浪兄弟 一共两搜 先探索哪一搜好呢 嗯 我来看看 左边这搜 是现在铁皮船 很明显 是属载壳轮船 哦 而旁边这搜 是集装箱船 很明显 是一艘护运船 宝藏船 指的 应该就有它 而且显而易见 宝藏肯定 就在这六个集装箱里 哦 嗯 小浪兄弟 有道理 来 我们破开看看 好 所以兄弟 咱们每人破三个 一人破一边 走 哇塞 好多宝箱呀 而且这里面装的 全是一些实用的资源 哇 发财了发财了 有这些资源 不管是还学费 还是供秀妹子上学 以后都不是问题了 哪怕就该走学校出来 那都不叫事啊 哦 哎哎哎哎 想啥呢 小浪兄弟啊 我骑你三 哇 哈哈哈哈 哇 哇 走吧 咱们去豪华大游轮看看 说不定还有珍珠玛瑙 珠宝玉器啥的呢 嗯 走 等等 等等 飞兄弟 这次游轮 我好眼熟啊 好像跟我以前遇到的甲方舟 一模一样 里边该不会有啥危险吧 哎呀 小浪兄弟 如果不是头顶的字 咱俩长得还一模一样呢 游戏就这么多模型内容 别天天疑神疑鬼的 嗯 这可是海底五千米 能有啥危险 走吧 行行行 走 嗯 这么大的船 就留这么小的门 跟个老鼠洞一样 这门还锁着 其实需要跳棍才能进去 嗯 那 我上哪找跳棍去了 呵呵 那边 那边桌子上有 嗯 我去 还真有 小浪兄弟 你怎么知道的 哼 我还知道呀 跳开门 里面会有一群老鼠 好 我的天 你这乌鸦嘴 还真有老鼠 我的天 快跑 快跑 飞兄弟 这不是我之前见过的老鼠啊 这些家伙全身红色 又生活在海底深处 这 这明显是海怪呀 变了一的海怪水鼠 快撤 快撤 快把ック态 步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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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伐